confident 来我们先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con 我们念成con 接下来fi念成f dent 我们念成den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这个字就念成confident confident confident这个字的词类是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有信心的 我们看立句 the director felt confident about his new movie and believed that it would be a big hit 他的主词是the director 就是导演的意思 好 这个导演他怎么样呢 felt confident about 那这边这个片语 同学就可以记一下 他除了可以用feel之外 他其实也可以用be动词 两个动词都可以 后面confident 后面再接about 表示对什么什么事情 感到有信心 英文就念成feel 或者是be confident about out某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个导演呢 感到有信心 对什么事情呢 对于他的新的电影有信心 而且他相信一件事 这件事情就是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当作believe的首词 他相信it这边指的就是他的新电影 他的新电影would be a big hit 那我们看看这个片语英文念成a big hit 从字面上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撞击 那这个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是博得好评 就是会成为一个热卖 一个热门的电影 英文就说成a big hit 好 那这个confident这个字呢 我们现在把ent的字尾 我们把它改成ence 就可以变成它的名词信心 音节来我们分一下 concon也是一样是念con fi呢也是一样是念成fa dence我们就念成dance 中音节若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confidence信心 好 我们看那句 george has confidence in his ability to speak english how george呢 has confidence in 好 这个片语呢 这个句型也是同学呢 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have confidence in 后面呢接抹人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 对什么什么人 有信心 英文就念成have confidence in 所以呢 george呢 对于他的能力有信心 什么样的能力呢 to speak english 说英文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to speak english 它是一个不定词片语 因为它是to 后面接原型动词 放在名词的后面 它其实就当作形容词用 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ability 好 所以呢这个字呢 confident 形容词有信心的 confidence 名词信心